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我欠你的 无论以后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尽量满足你的 如果 有朝一日我跟国舅爷反目 万儿 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苦衷 别怪我 心很瘦了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明镜与点栏目 好 虽然我曾发过毒誓 要亲手宰了你 但这次可不是我要杀你 是黄命难为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卿平身吧 国舅今日为何没来早朝啊 皇上不好了不好了 慌什么 什么事 昨天夜里国舅爷在府中暴毙了 真的死了 都才参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我问你国舅是不是你害死的 你说呀 你说什么呢 别碰我 我也是一大清早才听说国舅爷暴毙在府中的 好了好了 人生无常嘛 昨天我们两个还在谈往事 你怎么会想到是我杀的呢 不是你害死的 不是你害死的 是谁害死的 是谁害死的 万玉楼 你敢发毒誓说不是你吗 好了好了 昨天晚上你还跟我说要对付他呢 我那是气话 如果我真想对付他 我怎么能说给你听呢 好了好了好了 人都已经死了 娘娘 您要节哀呀 那会是谁呢 如果除掉国舅爷也轮不到我呀 我想 不会是皇上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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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姑娘们呀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学啊 容妈妈教给你们的各项技能 不是哪都能学着的 你们要用心的学 以后啊 像我这样一态万千的 那才算成功呢 苏慧荣 宝明玉 你们两个不好好练琴在干什么呢 告诉你们 不要以为容妈妈讲的都是废话 知道吗 容妈妈教你们的琴琴书画 你们都得用心给我学 以后你们要面对的都不是普通的男人 你们要好好地学 不要听他们讲那些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只有我容妈妈讲的才是真道理 你们要想征服天下 首先就要征服男人 知道了吗 嗯 知道了 快好好谈 用心啊 还没有 你 对 我 那么 羽儿 今天你八岁了 已经长大了 义父说的很多话 你都能听明白了 我问你 为什么你明明是个女儿神 义父非要你穿一身戎装呢 义父 这是您掩盖我的真实身份 保护我安全的唯一办法 你从小就问义父 你爹娘是谁 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们只能生活在这里 我爹娘是谁啊 他们到底在哪里啊 你爹娘 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你们一家三狗生活得也很快乐 可就在你出生的那年 那个狗皇帝在一次微服私房中 他看上了你娘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强民女 你爹上去阻拦 被皇上下旨处死 而你娘不该羞辱 也当即自尽身亡 我爹 和我娘 他们就这样死了 那个时候 你还不到一岁 身为旧父的我 只能把你接到这里来生活 还成天担心 那个狗皇帝会来这里满门抄斩 我要杀了那个魂军 我要杀了那个狗皇帝 曾几何时 我也这么想过 为了报仇我进宫当了太监 混进了宫里 目的就是接进这个魂军 后来我渐渐发现 事情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可是我要为我爹爹报仇啊 羽儿不要着急 你听我说 这狗皇帝是杀不尽的 杀掉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来继位 依父是让你混进皇宫去 掌握大权 最后让这天下 掌握在你我父女手中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为你爹娘报仇 为天下黎明百姓报仇 你明白依父说什么吗 我明白了 好 从今天起 你要记熟这些刀铺口诀 勤加练习 依父也会把我 毕生所觉慢慢地传授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完成复仇大计 记住义父的教诲 忘记自己是女儿身 无论在任何人面前 你就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明白吗 是 义父 孩儿记住了 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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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阁下找谁 在下有事求见马堂主 阁下有所不知 我家堂主半个月前 就已经过世了 先父几个月前染上了肺牢 吃了鸡铁药方都不见好着 可怜丢下我们孤儿寡母 守着这个价 马堂主乃心情中人 我本想与他月下对异 谈古论今 没想到他却先走了一步 望夫人节而顺便 大侠子次前来 不知道先父何事 八年前 我曾经托胡人商队送了一个婴儿 让马堂主替我收养 不知夫人可知此事 哦 先父曾关照 那是大侠托付的孩子 奴家不敢怠慢 之前我一直被朝廷追捕 怕给你们惹祸上身 不便险身 现在孩子也长大了 我呢 想教他一些功夫 一则可以健体强身 二则大漠不比中原 有些功夫的话 可以防身自卫 马妃人 马妃人 哦 哦 什么 哦 我想收那孩子为徒 哦 你你你不要杀我 我为什么要杀你 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娘让我来的 让我拜一个大侠为师 让我学武功 原来他们视你为亲生 那你准备好学武功了吗 嗯 你这是我师父 你为什么要戴那么丑的面具 知道了我的样子 对你没什么好处 为师现在传授你一套 游身八卦掌 他既可攻又可守 借力打力 只是有点一学难经 但是用于防身 是绰绰有余了 你仔细看清楚 你赶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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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为什么要在这里偷看 我是万马堂的小马瓜 我叫胡忠玉 胡忠玉 咱们走吧 我不要学武功 不许走 就算你是我家少爷的师父 也不该这样凶人 从小堂主就吩咐 我要照顾好少爷 保护好少爷 我不允许你欺负他 那你觉得你保护得了他吗 就算拼上性命 我都要保护他 我 不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刀法 义父 谢谢义父夸奖 你长大了 这里已经不是 你待的地方了 是该放手 让你出去闯闯 还是一切 听听义父安排 从今往后 你要忘记这里的一切 你要控制你的情感 最好没有情感 因为在那个地方的人 是不需要情感的 义父 我要去哪儿 到底什么任务 最近 宫中在招募一批小太监 如果表现好的话 会被选入东西两场 而你的目标 是西场 为什么不让我跟着义父 而让我去西场 你刚才不是说 一切都听我安排 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能帮得了你 只有你自己 帮你自己 尤花田 公公找你什么事啊 我要离开了 你要去哪儿啊 那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不管你要去哪儿 你都不许忘了我 汇荣 你怎么了 你自己在外面 要多加休息 你自己在外面 师父 师父 我离开这段时间 功夫有没有长进 师父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跟你 一起闯到江湖了 你忘了你曾经说过的话了 你的任务就是保护我少爷 少爷肯定是要保护的嘛 那我现在 可不可以看看你的真面目 厉害啊 师父 你说话不算数啊 你说我只要逼你出招的话 你就会让我看你长什么样子 哎呀 事情知道的越多 麻烦就越大 现在你们都长大成人了 师父领见闻 修行靠个人 今天我给你的缘分 到此为止 天佑 跟卫师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师父 你怎么不让胡忠于一起来呢 这 这到底什么事情 非要单独跟我说呀 我告诉你的事情 怕你一时间接受不了 但二十年过去了 我想你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 师父 你干嘛这么神秘啊 难道 你要带我去撞荡江湖 我是要告诉你 你不是什么万马堂的少主 马夫人也不是你的生物 你的爹娘另有七人 我没听错吧 师父 我爹不是我爹 我娘不是我娘 那我从哪儿出来的 二十年前 是我亲手把刚出生的你 交给胡恩上队 委托他们 把你带到万马堂 堂主夫妇才因此收留了你 是你为己出 那我娘怎么从来没给我提过呀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真实的身事 师父 那我的亲生父亲是谁 他们怎么不来找我 别说是马夫人 就连我 也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你的一个亲人 他就是兵部幼师郎 于海于大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于家的人 忠良之后 那我岂不是名闻之后了 我家在京城大宅院 师父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们 于家家道中路 于大人辞关多年 最近我找到了他的旧部 相信很快就会找到他的家路 师父 那就 那就没钱了呀 那 我怎么办 师父 你会带我一起走吗 跟着我闯荡江湖 只会吃亏惹麻烦 我今天告诉你这些 是要你把它记在心里 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能找到于大人 我会带他来跟你见面 并会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好了 记住我的话 好好练功 好好伺候马夫人 毕竟 他养育了你二十年 是 师父 抬起头来 师父 我终于看到你了 我要你看清我的脸 记住我的脸 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们一定会重逢 是 我 胡忠祐 少爷 怎么样 怎么样了 师父跟你说什么了呀 我终于知道师父长什么样了 师父长什么样啊 他是不是满脸胡子 他眼睛应该是蓝色的吧 对不对 我不告诉你 来追我呀 师父到底长什么样啊 我不告诉你 你告诉我 少爷 客官 不好意思 小店客们 您还是赶紧上路 换下一家 此地不能留 京城见 这家子 您这儿肉多啊 拿上 拿上 驾 驾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不要紧张 验身之后 都是西场的人了 你跟我来 哎呀 难怪万公公只明让我照顾你 原来 长得这么雕致 我告诉你小子 看着你初来乍到 还不懂规矩 他万玉楼虽然是东厂的厂工 可是在我这儿 我就是老大 你要是想进宫的话 还必于先在巴结我 义父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叩见督主 找到于海了吗 还没有 但我们有了通缉犯 赵回安的消息 当年就是你办事不立 才为皇上降了职 本都以为你会吃一切长一智 没想到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没有于海的消息 还有俩回来见我 督主息怒 赵回安和于海 关系非比寻常 他们是八百之交 那么只要找到赵回安 就会知道于海 他的藏身之处 我知道 你和赵回安有些恩怨 你们两个是死敌 现在赵回安是明镇天下的黄河大侠 就凭你的本事 抓得到他吗 奴才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也要将此二人诛灭 至于 当年那个婴儿 住口 本都宫已经对你没什么指望了 至于 当年那桩悬案 你也没必要再插手了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情啊 就我们三个 当年我还是你的奴才 幸亏有曹公公提醒 才为我铺好了一条青云路 本都宫不会杀你 告老还乡去吧 奴才 对功名利禄 以师为奋土 我要赵回安和于海 我绝对不会放过 多谢独处 放奴才一条生路 奴才发誓 日后定会让他们人头落地 否则我死不瞑目 好 既然曹公公这么有信心 那本都就等你的好消息吧 谢独主 不约别的 莫名都不跟上 莫名都不跟上 可不可以 帮你帮着 您慢走 谢谢 你耐心 让我给我帮着 我把这个给我帮上 好嘞 阿姨 买个烧饼吧 兄弟 想死你了 大哥 我找了你很多年 不知道你在哪儿 你怎么会躲到这里啊 怕了二十年 躲了二十年 大阴隐于世 混口饭吃吧 对了 兄弟 我上次托付给你那孩子 现在怎么样 他在哪里 他已长大成人 我也已经收他为徒 兄弟这份恩情 于害 莫是难为 大哥 区区小事 何必行此大礼 兄弟 我现在不方便 跟那孩子见面 麻烦你 带句话给他 其实 是这孩子的亲生父亲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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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赵怀恩 我看你往哪儿跑 我看你往哪儿跑 我知道你和赵怀恩有恩怨 你俩是死敌 现在赵怀恩是名震天下的黄河大侠 就凭你的本事 抓得到他吗 禀公公已经发现赵怀恩和那个蒙面人的下落 公公是否带兵围剿他们 不用了 余海已被正法 你们带人头回去领宫吧 可是公公 是 万语楼容不下 东厂我也不想回去 我和赵怀恩斗了二十年 现在终于等到 可以和他面对面交手的这一天 我一定要和他做一个了断 于兄 你交给我的任务 我都已经完成了 只可惜 你未曾见过那孩子一遍 也没有告诉我 他究竟是谁 为什么我每次遇到你 你都在为别人的事操心呢 你也不想想自己的处境 你现在可是通缉犯 整个朝廷的人都在追杀你 虽然这个道观 非常僻静 可是曹少欣的人 不是等闲之辈 他们迟早会找来的 你不应该冒似前来救我 二十年前你就怪我救你 到今天你还在怪我救你 我已经不再祈求你跟我道谢了 但是我不许你对我视若无睹 那你希望我怎样 你虽然是在逃亡 也用不着躲在这么个破道观里吧 市集上的客栈虽然比较吵杂 但是我们可以 大赢你于是 一个放弃了侯爵官位 荣华富贵的人 是我把灾难带给了他 你走吧 陪着我身边的人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曹少欣早晚会来 我不走 你以为你武功健长了 就能赢得了他吗 现在不只是曹少欣一个人 他背后整个冬场的人 撑他的腰呢 你简直是皮肤汗术 以卵几时 我跟曹少欣的账 应该有个了断 就算他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他 曹少欣这狗贼 他叫你去洛英霞 跟他举一死战 我还会去洛英霞 这一杯 金鱼兄 和死去的师兄妹 愿你们全下有知